大夫 你真的认为我得的是肝炎吗 有的时候 医生按照肝炎治疗 病人却死于别的什么病啊 这患者忧虑地对医生说道 这请你放心 我如果说是肝炎的话 一般这个病人一定会死于肝炎 遗憾到目前为止 还找不到任何引起你疾病的病理变化 如果坦率一点说 我想是因为你酒喝的太多的缘故吧 那如果这是这样的话 等你酒醒了之后 我再来找你看病吧 谁谁谁谁最了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您从手术室里跑出来吗 院长问一个十分紧张的病人 院长 刚才那个护士说 勇敢一点 蓝尾炎手术很简单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对才怪呢 护士小姐的话 是对准备给我动手术的大夫说的 啊 实习生啊 有一位两岁的小男孩不慎吞下了一颗阿斯比林药片 妈妈急的是心神不安 不知道阿斯比林对这么一个年幼的孩子会有什么副作用 就打电话给孩子的祖母 妈妈 我的儿子 您的孙子 吃了一遍阿斯比林 可孩子也不发烧 也不头疼 这家伙怎么办呢 宝金风霜的祖母对着电话筒大喊道 哎呀 你这个笨蛋啊 想什么办法让孩子头疼发烧不就得了 呀 这谁笨蛋这是 有一个病人半路拦住一位医生说 尊敬的大夫 您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这个地方一按就疼吗 病人边指着额头上的某一个地方对大夫说道 笨蛋 你为什么老去按那个地方啊 下面的小伙儿讲的是一位病人 刚刚爬到三楼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推开门气喘吁吁的说 大夫 快给我检查检查 我怎么喘的这么厉害 心跳剧烈 才爬上三层楼就累成这样了 您说我可怎么办呢 哦 你要经常锻炼 不要抽烟喝酒 另外还要赔一副眼镜 赔眼镜为什么 医生在二楼 我是一位律师 有一次啊 老陆去外地出差 正好赶上这个地方流行利己 刚刚住进招待所门一会儿 就有两个单价员敲开了老陆的房门 谁啊 你们都把我抬哪去啊 哦 先生你好 是招待所经理让我们来的 他说您一定是得了利己 因为刚住进招待所一会儿 您已经去厕所十二次了 老陆就对担家人说 我是去了十二次厕所 但是有十一次都被别人站着呢 还憋死我 陆波的小外甥还是婴儿的时候 正赶上陆波待业在家没事啊 我什么时候待业了 陆波的姐姐正好上夜班 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小陆波照顾了 啊 照看外甥 我是应该的嘛 到了半夜 陆波的外甥饿了 闹得直哭 陆波就迷迷糊糊的 把这个没掺水的炼乳喂给外甥吃 直到小外甥吃了差不多的时候 陆波突然想起自己弄错了 赶忙打电话给儿科医生 是啊 这炼乳吃多了 对婴儿不好啊 可大夫对陆波说 不要紧 再给孩子喂点水 摇晃摇晃就行了 啊 谁 有一次啊 老陆去外地出差 正好赶上这个地方流行利己 刚刚住进招待所门一会儿 就有两个担架员敲开了老陆的房门 谁啊 你们都把我抬哪儿去 哦 先生你好 是招待所经理让我们来的 他说您一定是得了利己 因为刚住进招待所一会儿 您已经去厕所十二次了 老陆就对担架员说 我是去了十二次厕所 但是有十一次都被别人站着呢 还憋死我 下面的小伙 讲的是一位病人 刚刚爬到三楼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推开门气喘吁吁的说 大夫 快给我检查检查 我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心跳剧烈 才爬上三层楼就累成这样了 您说我可怎么办呢 哦 你要经常锻炼 不要抽烟喝酒 另外还要赔一副眼镜 赔眼镜为什么 医生在二楼 我是一位律师 说在学校里 老师对一名同学的家长说道 你应该好好的给您的孩子洗个澡了 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坐在他的身边 谁忍受不了 家长说道 这关你什么事 我把我儿子送到学校 是来为了让他学习的 又不是让其他人闻味的 他又不是玫瑰花 小约翰的家人输了官司 一家人回到家 他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在喝闷酒 小约翰趁爸爸上厕所的时候 把爸爸的酒瓶砸碎了 并十分诚恳的对妈妈说 妈妈 你解你解量我吧 是我把爸爸的酒瓶砸碎的 哦 原来是这样没关系的 这样老师承认 谁也不会怪你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妈妈 我是用酒瓶砸了妈妈的手表 这才发现手表比酒瓶结实 有一位山民 在山沟里救了迷路的小约翰 并把他安全的送回了家 可是小约翰的家人 非说这位山民想拐走小约翰 争论的结果是打官司 在庄严的法庭上 公正的法官把小约翰叫了上去问他 小约翰 是你说的那位先生想拐走你吗 不 是爸爸叫我说的 不叫好 听老陆的大哥说 老陆曾经在刮台风的时候 到烟台的海滨游泳 竟然 竟然游到了蓝沙网 害得大哥一通狂找啊 真是佩服佩服 那当然你什么时候能比得过我呀 可老陆在上学时的一次游泳课上对老师说 老师 我想今天是不是就先练到这儿呢 明天再练可以吗 为什么呢 还没有下课呀 不是啊 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小约翰在调皮捣蛋中终于上学了 但几乎天天迟到 迟到 那老师还不骂呢 是啊 有一天老师终于绷不住进了 大声训迟到 小约翰 你为什么天天上课要迟到呢 是啊 为什么呀 包括老师 其实我也不想迟到啊 因为每次 我走到学校前面拐弯的地方 就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 前方是学校请慢行 啊 这样我不说的 嘿老婆 晚饭还没好吗 再不好 我就到饭馆去吃了 你能不能再等几分钟 几分钟就能做好吗 做不好 我准备一下和你一起去 有一天在课堂上 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 如果坐在中间聊天的同学 能像后面玩牌的同学那样安静的话 那么坐在前面睡觉的同学 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啊 这自由课呀 有一次期末考试结束之后 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成绩 啊 这个考试大家的成绩不错 90分以上的和80分以上的人数一样多 80分以上的和70分以上的人数一样多 老师的话语说完 大家一阵欢呼 有一位同学大声向老师问道 那 那不及格的有多少人呢 不及格的人数和全班的人数一样多 就一般笨蛋 有一位十分儒雅的客人去饭馆吃饭 米饭中的沙子很多 这个人把沙子给吐出来放在桌上 服务员见此情景很是不安 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先生 米饭里竟是沙子 这客人怎么说呢 客人面带微笑地说 啊不 其实也有米饭 马尔克我的朋友 你觉得那个年轻的小伙子 头死怎么样 头死 这是个十足的蠢货 是吗 可他竟然想娶我的女儿 你看你看 简直是蠢闹架了吗 当年 陆伯除了上学之外 还利用寒暑假期间 打工赚点学费呢 白天帮肉 犯他替猪肉卖猪肉 晚上要到医院去做杂工 有一天晚上 一个买过他猪肉的老太太 因为急诊需要做手术 陆伯就帮助用轮床 把他推到了手术室 我记得当时是挺急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推起轮床就走 这个时候老太太看了陆伯一眼 突然惊慌失色的大声喊道 天哪 你是白天那个杀猪的 你要把我推到哪儿去啊 有一位教政治的老师 在给他的女朋友的情书当中 这样写道 亲爱的 你是存在 我是意识 根据唯物论的原理 存在决定意识 所以我永远都是你的仆人 真痴心啊 过了几天 政治老师收到了回信 信中写道 根据辩证法的原理 在一定条件下 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 一旦我们结了婚 你就会变成我的主人 有一位妇科大夫 给病人检查完身体之后 笑容可惧的说 太太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对不起 我是响姐 不是太太 这病人客气的对大夫说 这大夫一听 急忙的改口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一个老大爷从诊所里出来 他的老伴忙走上前去问他 怎么样啊 你的牙还疼吗 老大爷怎么说呢 谁知道牙疼不疼啊 反正我已经没有牙了 没牙了 不许动 全把手工给挤进来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到银行聚集安部上抢劫子了 现在听我的 男的站左边 女的站右边 快点快点快点 好好好 我还是乖乖的站左边 嘿嘿嘿 干什么呢你 我 说的就是你 我不是 这样按你要求说站左边 我说的是男的左边 女的右边 那您说 我该站哪儿啊 你 你 你站中间吧 我说谁呢你 我说谁呢 感谢观看